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4月16日 星期二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 話說一個黃大仙的男子 拘捕兩次墮進電騙案被人騙錢 結果他昨天輕生自殺死亡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那些用電話騙人的騙徒是非常非常可恥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黃大仙男子10個月內兩度墮進電騙案 被人騙了39萬元兼欠債 留下遺書燒炭死亡 報道記錄文提到 一名53歲的男子10個月內兩次墮進電騙案 損失幾十萬元 加上債務問題 留下遺書燒炭死亡 昨天下午4月15號1點多 黃大仙庫山村庫禮樓一名保安員報警 說有一個單位傳出異味和有液體流出 不過沒有人應門 警方和救護車接報道場 證實一名53歲姓閃的男子 倒閉於家裡 旁邊有一盤燒過的炭 警方在現場檢獲遺書 初步相信案件沒有可疑 據知事主的遺書透露 因為沒有辦法償還幾十萬元的債項 又說因為是詐騙案受害 而自尋短見 消息說 事主在去年6月透過通訊軟件 認識到騙徒 對方向他提供賺錢的機會 要求他在網上做電影評論 但結果事主被騙徒騙走了21萬元 直到今年3月 事主又再跌進電騙陷阱 他透過Facebook認識到一位騙徒 對方聲稱可以提供約會服務 但要求事主要買28張iTune禮品卡 和匯款近7萬元到兩個銀行戶口 最終事主被騙了近18萬元 短短10個月內 事主慘被騙徒騙走近40萬元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怨死者案式 據報這個男子 10個月內 連環墮進電騙案 第一次被騙了21萬 第二次被騙了18萬 總共40萬 加上自己又要去借錢 結果面對欠債和損失 自尋短見 其實那些躲在背後做電騙的集團 那些壞人 認真要落地獄 現在有人因為墮進電騙案而輕生 不知道那些騙徒怎麼想 其實近日每天都接了十幾個詐騙電話 明明已經實名制 為何收到一些詐騙電話越來越多 搞到大家都不願意再接電話 不知道各位跟礦仔相不相似 礦仔現在是不接電話的 電話響有得他響 若然真的有急事的話 就會WhatsApp過你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不妨劉過言聊聊天 另外也都講講有關娛樂圈的消息 講講張志恆的家庭據報被剪電 搞到小朋友沒有熱水沖奶 文敏只是他的太太No How 就說以非容忍範圍之內 報告的流氓提到 近年一直跟財困、分辨、離婚 說想等好的張志恆 和他太太歐彥文 是生了一個BB 又誕生另一個BB 一共四個兒子 講講4月16日又有突發的情況 他的太太文敏說家庭被剪電 就說已經不是容忍的範圍之內 張志恆早兩個星期回茶餐廳工作 落力打卡似乎滴起心肝 工作賺錢養家 日前大仔添寶五歲的生日 有蛋糕又一家六口出門慶祝 以為家庭財政有好轉 想不到到4月16日的今日 他的太太文敏又再黑底白智 怒敲家庭被剪電 就說要發生的終於都發生 你終於都令到家庭被剪電 完全已經不是容忍的範圍之內 小朋友又沒得煮食 又沒熱水沖奶 不停哭 請問你想我怎樣 幾名小朋友的情況令人擔心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有關娛樂圈的消息 不過相關幾位小朋友的情況 網民都關心 又是張志恆 就說他家庭被剪電 他太太發IG的限時動態 說到 就據報張志恆 令到家庭被剪電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交電費 明明較早前張志恆 努力回工 其實同樣是前歌手 人家吳浩康就回地盆工 撐起了頭家 兼且獲得不少歌迷大力支持 加上他的唱功 的確是非常之了得 結果重新再出發 反觀張志恆不斷有相關消息 每一次都令到網友擔心 那幾個小朋友的情況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虐待動物的舉報 創了五年以來的新高 去年達到336宗 不過只有16宗成功檢控 報導的內文提到 虐待動物事件多一宗 都嚴多 會會令到社會大眾粉絆 但近年個案就見聲勢 餘護處書面回覆 立法會特別財委會透露 處方連同警務處截至2023年9月 收到336宗懷疑舉報個案 較2022年和2021年的全年263宗 還有256宗更加多 即是單是去年 已經按年增長近7乘3 亦是近5年以來的新高 但是2023年 只是成功舉報任何16宗個案 涉及16個人 分別被判罰5000至6000元 判囚10日至1年 不論是檢控數字和罰則 都與過去相約 處方強調 經調查過後 大部分國安和滋擾相關的 並不涉及殘酷對待動物 港府亦正在修訂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即第169章進行籌備工作 以加重相關罰則 目前草議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會盡快將法例修訂 提交立法會審議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在說虐待動物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攀升 最新的數字去年336宗 已經按年升了7乘3 唉沒眼看 因為社會上有些很耐弱的人 躲在社會陰暗面 以欺負虐殺動物為樂 相關數字顯示 不斷有人犯案 並且成功檢控的個案非常少 當中也提到 要修訂法例 相關動物福利法 或礦仔當年有份參與 最初的一個起始 現在至今都2024年 仍然指紋流替響 另外也提到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尖沙咀首都廣場湯鋪 只是10萬元沽 歷年最虧 遲貨11年 虧了超過97% 新買家希望短炒賺兩倍 報導的流行文看到 本港店鋪的市道 氣氛淡靜 有業主心灰 不惜大幅蝕讓離場 有炒家就看準時機 只不過用10萬元 就買入尖沙咀的湯鋪 原業主持放任務11年 物業價值幾乎全數蒸發 創了商場歷來最大的洩漾 而新買家就趁機低買高賣 接貨過後隨即叫高至38萬元 委託私人拍賣場推出 駁短時間賺28萬 話說尖沙咀首都廣場 是一個湯鋪最新以10萬元沽出 據悉鋪位位於商場二樓單號鋪 建築面積約74方尺 位置接近扶手電梯 成交尺價約約約$1351 原業主在2013年以 395萬元左右買入 持貨約約約11年 帳面虧385萬元 物業價值幾乎全數蒸發 是商場歷來最大的洩漾 近年湯鋪洩漾相當驚人 同樣勁洩成交位 就是在銅鑼廣場一樓單號鋪 建築面積約70方尺 最近只不過以百萬元 登記易首 原業主在2005年以186萬元買入鋪位 持貨近19年 帳面虧178萬元左右 虧幅近96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位於尖沙咀七咸道南的首都廣場 應該本來很厲害人流 畢竟尖沙咀 不過相關的湯舖非常誇張 相關前業主持貨11年 結果整間店的價值全部蒸發 早於2013年近 用三百多萬 近四百萬買入 今天最終虧了385萬元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再見 谢谢大家